老师,我知道错了,请您原谅我吧 现在不是我原不原谅你了,而是你这件事情被所有人都知道了 京城你可能是待不了了,去军营里练历练吧 大小姐也带着那个书生过来了 见过太尉大人 我知道你和我女儿的事了,反正我把话放在这里 我是绝对不允许我女儿嫁给一个穷酸秀才的 我也知道你有一些赚钱的能力,我对你的要求就只有一个 在下次科举考试中高中,我不说让你们门当户对 但是我女儿绝对不能受委屈 不瞒大人说,小人本来也打算这一次科举考试全力以赴 绝对不会让大小姐跟着我受苦的 如果这一次考试我没有中,我自愿离开京城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可不是我逼你 在你没有达到这些要求之前,我要求你们不要再见面了 免得败坏我女儿的名声 白小现在也在和林默转述这边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大小姐,有一点恋爱脑了 这太未明摆着就是在为她撑腰啊 幸好她看中了这个安秘是个好的 真的是一个坏的,那她绝对要吃亏 谁说不是呢,这可能就是傻人有傻福吧 你看,你这么傻,居然有一个我这样的系统能够绑定你 这就证明了这句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林默安分了两天之后,实在是忍不住就地吃瓜去了 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今天大小姐偷偷出去找安秘了 我们就跟在她后面 你就放心吧,吃瓜这个事情,那我可再行 不就是跟踪吗,而且咱们跟在后面 还能够保护大小姐的安全 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子出去,多危险啊 小心点小心点,大小姐翻墙出来了 就在那边那个角落 林默的后面还鬼鬼祟祟地跟了一大拨人 我就知道小林大人安分不了多长时间的 她前两天实在是太安静了 安静得多少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了 你看今天,这不是出来了吗 俗话说小林大人静悄悄,必定在做妖 这句话说的是真没错呀